展开新闻报道版面 无论纸本与电子社群平台等 常常见到哪位命理师、神童、大师或是占星家 提出种种预言或警示 宣称未来地球将会有某些灾难、地震、火山爆发 及事故或疫情等等 各式耸动的标题不仅引人注目 也带动许多阅读的流量 无论是八字、紫微斗术、首相或各种占卜 星象或塔罗等 都想要预知命运或事情趋势 许多人也愿意花钱一探未知的将来 因此人们在日常交谈中 也乐于互相讨论此类话题 到底这些趋吉避凶的方数准确吗? 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 认为它可以改厄运、天才库、斩桃花、避小人等 总之,可为自己带来好运 但这是真的吗? 到底要怎样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些命理之术 及灾祸、预言说法 而不致陷入烦恼或恐慌? 自人类有文明至今 无论是殷商时期 古人曾用龟甲、兽骨 先为占卜、记载补辞的甲骨文 或是西方的梅索布达米亚 包括苏美、巴比伦等文明 认为天体具有主宰人们生活的神圣力量 而发展出占星术 许多其他地区及时间的文明 也都有发展出多元的方式 借此预测命运与未来 而命理之术、星象等武术之学 导向的就是宿命论 也就是一切都已注定 这些命理之术 把未来的蓝图及世事走向 向求问者予以示现 欲先有所准备以为因应 墨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墨子 虽主张天智名诡 却极力否定命运 墨子认为一旦支持宿命论多 极可能变得消极 以为命理注定负则负 命理注定贫则贫 何必努力去求改变呢 孔子提出君子要知天命 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 这里的知天命 吴宁是儒家思想中 要求士大夫领悟自己 富有源于天的使命 并设法完成的志向 展现作为一位君子 因尊重事法上的客观规律 明辩是非 对未来事态发展 在理性段和预先思考 促使他人为善 人人谨言慎行 避免祸秧的来到 而非要人穷就自身命数 古今中外的宗教很多 也在文明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其中佛教的思想 更是深刻地 对人的存在 以及宇宙万物间的关联 及意义 提出剖析及指出方向 以科学的认知 让学佛人得到正乎的真谛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的因果律 是未有任何宗教 前就存在的宇宙真理 也是佛教最为强调的 明信因果 佛教并未否定 应定业报 是更积极提出 持戒修行及修法 等具体的做法 告诉人们 可借学佛修行的力量 改变命运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并加以正确佛法上的修持 将善业逐臂 令其善业献钱 恶业推延 正如永家禅师云 了及业障本来空 未了还需偿宿债 举以实力为证 明朝有位著名的文人 袁了凡 即以亲身经历 写下了凡四讯一书 详细说明了 他的一生 曾被一位算卦高人 批定在哪一年会考取功名 及类别 至何地出世 辞官 及五十四岁 会寿终正寝 命中无子等 若干年都应算得极为准确 让他自认 需依注定之命而行 只好看淡一切 别无他求 某次机缘下 扁了凡到七峡山 拜见一位得到的高僧 云谷禅师 云谷禅师对他说 普通人因不停 胡思乱想的忘心在 才被阴阳气数 束缚住而有定数 若是一个极善的人 数就拘他不住了 禅师说明 命可以自己改 佛家讲 命由己造 福由自求 道理在此 原了凡听了后 开始谨言圣行 不仅外在不敢放任自义 内心也不敢存有 损人利己念头 更不与旁人计较争论 建议所当为 尽力利益人群 一年后科举 本被算订 该考第三名 也忽然考了第一名 从此以后 当年高人所算订的 见有不再应验 他更持续努力 持戒修行 原本算订 只有53岁的寿命 后来 原了凡先生 不但身体健康 得享74岁的高寿 子孙也繁茂昌盛 故他写下自己身体力行 改变命运的经历 了凡四讯 传给儿子及后人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事 过去生的种种 形塑我们今生的一切不可变的事 无论出生地 家庭 以及种种愈合 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者事 未来的命运 是由我们自主掌控的 并非全由命盘来安设 纵然看似神准 也只能依之前所做的一切显现的因果 而呈现之趋向 并非永恒不变 更非真谛 更不用说 事法上命理之说 许多便是利用人性求助的弱点 而行诈骗财色之实 只要正确彻底履行 持见 修行 及修法三件事 三十中不断累积善业功德 日后必定获得成就 了生托死 届时任何苦难烦恼 都无法沾染正道的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非